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日前公布了 《年度引領全球百名思想者》 香港和平戰中的發起人戴耀廷 還有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入選 原因是他們的行動表現出 人們是可以勇敢的對抗中共的 《外交政策》雜誌是美國華盛頓郵報集團旗下刊物 專注全球事務以及美國外交政策解讀 外交政策每年都會評選100名引領全球的思想者 並分為挑戰者、改革者、決策者等十大類 在10月17日公布的2014年度百大思想者中 發起和平戰中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入圍挑戰者的類別 外交政策評價說 自9月底以來成千上萬的香港民眾、學生、工人走上街頭 抗議中共當局阻礙香港民主 而戴耀廷發起的以和平與愛的方式戰中行動 為抗議提供了理智的構架 至於黃之鋒外交政策評價 他是一位年輕的學生領袖 是香港最重要學生組織、學民思潮的召集人 他和不同年齡的支持者致力於共同維護 和推進香港的高度自治 外交政策解釋二人入選的原因是 讓北京當局緊張 這個運動它最大的意義就是 它不但代表了香港人對抵制中共黑暗統治的這麼一種覺醒 而且它同時也給大陸的民眾做了一次很生動的示範 甚至對大陸的這個政治格局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這個它對整個中共獨裁體制的衝擊力是非常大的 這個也是中共體制內那些一心想要維持這個體制的人 非常恐懼的原因 然而這並不是國際媒體第一次對戰中領袖表示關注 在今年10月 黃之鋒就曾登上當期時代雜誌封面 時代在文中寫道 黃之鋒與香港學生發起爭取民主的運動 已在香港掀起一場青年地震 評論人士指出 外交政策等知名媒體對戴耀廷和黃之鋒的評價 實際上也隱晦地表達了國際社會對戰中的態度 解決戰中的這部分勢力來說呢 也可以說是一種有力的意志吧 同時參與戰中的民眾在得知這一消息後 也表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這一類的評價 當然對全香港的民主運動起著重要的鼓舞的作用的 大家都看到目前我們建中運動的確是引起了全球的關注 贏得全球的同情 不僅呢 爭取民主是符合大家的補習雜誌的 對北京來說也起著一定的壓力 因為今天的中國總的期望發展它的所謂原始力 總期望它有一個很良好的國際形象 所以國際社會支持香港人將軍民主 對北京總會起著一定的壓力的 外交政策指出 雖然戰中運動還在持續 可能很快會被清場 但它向世人展示的是 人們是有勇氣敢於站出來面對中共當局的 即使只有一或兩個月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表示 雖然大家對實現真普選並不樂觀 也知道中共當局讓步的可能性極小 但是香港民眾依然不會放棄民主運動 因為只要一天不放棄 一天就不算失敗 起碼能維持自己的尊嚴 能維持自己的原則